诶 为什么我的这个踏板没有声音 救命啊 踏板没有声音 哇 哇 哇 人生真是充满惊喜 这个钢琴 踏板还是没有声 先这样吧 你真的好弩 你帮我处理事情 谢谢你们 因为我一开始啊 我其实真的真的 我真的真的是个很内向的人 笑这么大声真的很不礼貌 朋友们 钢 这一ost歡迎啊 钢琴 踏板还有声音 钢琴 踏板 方面有声音 钢琴 踏板 然后再开讲 ζb 9月21日晚 在历经八承十场演唱会之后 周升开启他的第一场鸟巢演唱会了 并且唱大鱼的周深真的把大鱼也带进了体育场 大鱼越飞越高 终会飞向天际 周深的演唱会也布置得像儿童乐园一般 薄薄根据城市特色在北京靠塞了糖葫芦 烤鸭等角色 热热闹闹的 周深在北京鸟巢演唱会唱起限定歌曲 《北京欢迎你》和《灯火里的中国》 瞬间引发全场外人大合唱 前奏一响 仿佛触动了大家最深处的记忆 特别是《北京欢迎你》这首歌早已成为时代的印记 当它在鸟巢回响 场面震撼人心 《北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ires 《北京欢迎你》 《北京acao》 《北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 《在块公主体重新伤心》 周深现场回忆 2008年自己曾经在贵阳许愿 成为歌手 没想到今日成功登上鸟巢 并称鸟巢之所以是歌手梦想之地 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许多中国奇迹 并鼓励大家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北京演唱会换上新皮肤的 深深好像浴火凤凰 涅槃重生 羽翼绚烂夺目 犹如天边最耀眼的晚霞 金色羽翼点缀黑夜 化作星辰照亮前行的道路 灵魂力经浴火重生 振脱束缚感受着歌声共评 周深北京演唱会打破框架 和周深一起追随自由勇往直前 谢谢每个人听过我的人 谢谢我的生命 你们帮我的表情 我们帮我的表情 谢谢你们 我们的语练主题叫做9.29赫兹 因为人类可以听到的声音是20赫兹到20000赫兹之间 我觉得呢我是一个怎么说呢 很难让大家一下子喜欢的一个歌手 可能需要一点点过程去接纳去接受 所以就觉得自己很像是每个歌手就是梦寐以求开演唱会的地方 但是我没有过 因为我觉得这个梦太遥远了 我根本就不敢妄想 谢谢你们 我们的语练主题叫做9.29赫兹 因为北京有点凉快 你们都有好好的加衣服吗 有 我也有 秋衣 大家也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或者是听话 要记得多添加衣服 你们有穿过吗 有 这个 刚 这床一度价格的刚情化就是 单词唱会 然后 知道 鸟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 老师们 你们不能够再加音响了 快要超过鸟巢可以承重的那个音响的重量了 你们觉得 你们听得开心吗 开心 我应该声音更大 那我试试这样呢 你们太美好了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最后 我想 郑重的说四个字 保你个头 但是 我爱你们 原来在鸟巢唱歌是这种感觉 原来在鸟巢唱歌是这种感觉 你们觉得我的声音好听吗 好听 哇 那 我们再听一下 是什么声音吧 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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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演唱会 无论是硬件软件还是各种配置上都无比用心 凡是看过周深演唱会的都会惊叹 从武汉开始 周深演唱会布置会准备各种伴手礼和暖心的小细节 连场馆都会用自己曾经的玩偶形象薄薄装断起来 今年周深已巡演七成十场 但每一场都有独特的记忆 每一场都是限定场 让人看了一次就想看无数次 你 看清楚 不然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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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